大家好,又回到我們妄向編輯度的YouTube Channel 時間 有我來自澳洲的甄必詩 你好,我好,大家好,大家好,才是甄迪豪 亦都有來自馬來西亞的大馬Sir 關網友好 在節目開始之前請大家為我們三個頻道 妄向正向沙冷氣 點讚分享和訂閱 啟抗疫,拼經濟反網步 好,今節我們講一講台灣地區的事情 其實錄影又內控了 為了甚麼呢? 為了選舉 當然是選舉才會內控 那是甚麼事情呢? 就是台獨理論大師 亦被譽為台獨教父的林族隊 接受媒體訪問時又批評後輩小英 她被媒體問 新兼黨主席的蔡英文 其實她掌控黨內多數院士選舉的提名權 她說其實在民主的地方是沒有這樣的事情的 我們號稱民主 不過沒有一個民主地方是這樣做的 在小英之下其實很難有民主的 她說蔡英文的強力掌控的個性很強 即是說她比較喜歡控制 控制欲比較強 這也是正常的 尤其是對人士的選擇是最有興趣的 我覺得如果像她這樣的位置 可能是對的 我下台後你會弄我 是很害怕的 當然要找自己人上去的 林族水也說 這種有強烈掌控欲望的人 做得好不好就是要看本事 林族水也說 蔡英文個性十分斯明 喜歡什麼都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連提名權都要全部掌握在自己手中 如果你是地方的人士 這樣也應該 但是你是掌權的中央引號 所以不知為何她很喜歡這樣做 你看美國總統制 亦不敢指揮國會議員 總統可以複選 但是沒有提名權她說美國 當然台灣是中國的部份 這些才叫做地方與中央互相制衡 所以州長很大 這樣總統先肯放心給州長做 但是這件事令到美國有時候很多東西推不了 對,卡住 當然台灣又不是國家 他亦說 但是號稱總統制的總統 掌控地方院士首長的提名 這些程度這麼深 在民主國家從來沒有發生過 你覺得對嗎? 因為台灣不是國家 那你真是對 蔡英文對於權力的掌控實在太強烈了 我從來沒有看到這樣的例子 其實她的變相就是蔡英文治下 民主就不是民主 她之前亦說過 經常譏諷小英 說她很獨裁 很濫權 事實上她是 林族水說蔡英文做決斷很慢 好像年改 勞基法 轉型正義 司法改革到公投 她一直都一個字拖 沒辦法做到決定 最後就扔給蘇貞昌做吧 但是她很搞笑 自己又喜歡濫權 掌權又不決斷 真是很少見到這樣的例子 對於地方制度法的修法 還有新竹的院士合併議題 全台哪裏有福氣 一個這麼小的地方 所有資源都貫注在那裏 就是說 因為新竹那裏有很多小英的人手 所以就給她很多資源 那你現在發現 原來那裏這麼厲害 這麼有錢 小英啊 哎呀 為什麼你又不找苗栗 天地良心 不應該 小英 挺大膽 不過她有這樣的地位 她就敢諷刺蔡英文 提到這個罷免案 林族水也說 罷免是封建禅時代的制度 孫中山先生當時提出直接民權 國民黨來台灣都不敢用 是民進黨的狂野分子認為這個制度很好 反而拿來用 變成孫中山之後的思想信徒 真是悲哀了 修憲才是追根究底的解決方法 嗯 被問到國民黨上次補選和罷免案 還有公投慘敗 他就說 國民黨好慘 兩手空空 保守政黨和民眾的價值結盈的承諾 是經常失信的 所以整個黨就空洞化 她也挺大膽的 說到蔡英文好像 蔡英文經常強調自己自治之下 台灣好民主 你就說她不像民主的地方 哈哈 不過她有這樣的實力 有這樣的實力說她的 有這樣的實力說她的 她沒有這樣的實力 那麼 仲台北市和新竹市 陳水扁當選 南部才翻身 這個不應該 很莫名其妙 她也說 新竹科發展 即是新竹科技園 是短很小 很小字 嗯 要想一想 必要的理由我同意 但是描律也很重要 你又經常說描律 哈哈 別人都可以說 你要這麼幫描律 她也說 新竹科技園 在描律也有兩個 都是晶圓廠 而且 描律科學園 本來歸新竹科學園管 硬是要切開她 那就邏輯不通 所以希望小英 多多上一上 老實說 你在她的角度的時候 可能你是贊同小英 不是開玩笑 也有人問她 究竟你是否很討厭小英 她就不敢說 不過 有人就說 以前你是力挺奶清德 你覺得奶清德 是不是蔡英文唯一的接班人 她就說 我不知道 嗯 她說不知道即不是 說句話 即是沒有機會 因為她獨派實在太明顯了 獨派實在太明顯了 如果你說美國人會這樣給你搞 即是一個明顯的獨派出來做台灣地區領導人 應該難一點 不過林作水就說 她做過副領導人 應該 沒有不希望選正 所以 賴清德如果想選正 正領導人的話 我覺得不出奇 我們看到她現在是想奶清德出來選 她的喜愛的人 另外我們看到 這個島內有件事 也是炒得沸沸揚揚揚 就是這個 究竟蔣萬安 會出來選台北市的市長呢 有人就說 她叫蔣的 那 也沒有問題的 因為蔣萬安的 國民黨的味道不是很濃 你看到她有意 是跟那些 老一輩是站開一點的 我們看到 2002年 因為台北市是地府公安選舉 藍綠白都被戰緊了 昨天 就傳出 國民黨的民意代表蔣萬安 會在農曆新年之後 宣佈參選台北市長 根據T台最新的民意調查顯示 如果蔣萬安對戰陳時中的話 以及對現在的副市長 歐文哲的副首王珊珊的話 蔣萬安支持到40% 領先陳時中的29% 和王珊珊的19% 陳時中代表民進黨參選的呼聲 越來越高 前台灣地區的副領導人 陳建仁好像欣申說的 還有林佳龍 還有任期即將屆滿的 新竹市長林志堅 亦是可能的人選 其實我覺得是陳時中出來的 比較資深 還有他有人氣 雖然人氣也不是好 現任的台北市副市長王珊珊 亦被視為歐文哲的接班人 可能獲得民眾黨的支持 各族台北市長 在南六百三方的對決之下 蔣萬安如果對著陳時中和王珊珊 有人覺得有機會贏 但我覺得也不一定 因為黃珊珊也能吸收到一些淺藍票 當然 蔣萬安 其實他看到一件事 就是在40到49歲的市民當中 支持率是差一點 是差一點 年輕人那裡可以嗎 始終你差一點 年輕一點可能可以 年輕一點就可以 年輕一點的話 即是20到29歲 因為陳時中是減 所以變相等於幫了蔣萬安 不過 民進黨如果動員年輕人 他們有實力 年輕人選票很厲害 現在只是這樣 但是不知道 完全不知道 另外小英的外長 林志堅如果他參選的話 我覺得他的機會都有 真心地說 因為蔡英文可以動員到很多人 不要說在台北市 因為現在人口結構變了很多 所以台北 你想想 連奧文節可以翻轉到台北 即是 不是藍營選到的 所以我覺得 蔣萬安出來勝算 都是50-50 也有人說 因為蔣萬安 為何你經常跟成長這回事 為何這麼怕人說你成長 老實說 他這樣才是聰明 如果經常強調自己成長 的話 就等於跟你們這些國民黨 老家夥一樣 是傻的 有人說他 輪到他出來參選 就是 春節過後 2月中下旬 可能出來宣布 蔣家的背景 可能是蔣萬安選舉 其中一個原罪包袱之一 不過台北市前市長 郭龍斌說 不會 你也知道不會 蔣萬安勝賬 這件事不一定是負資產 這件事不一定是負資產 我覺得反而是 反而是 我也覺得是 你想想想 當時這個神豬 連勝敏 就是因為這樣被人打殘了 因為經常提及他的事 家裡的事 郭龍斌就說 你不可以改變 你是蔣家後人的事實 但是選民是看你的 不是看你老爸 但是台灣不是的 民進黨很會操作 你想想 剛剛那個補選那裏 姓顏的那個A先生 那不是說他跟他老爸 也是吃老爸的福音 所以 不一定的 你這樣說 我反而覺得 因為這個郭龍斌 這幾年都有點離地 郭龍斌就說 蔣萬安 要自己想一想 有沒有一些 經不起考驗的事 如果沒有的話 就不用怕 去選吧 他也提到蔣經國在世時 蔣萬安家裡也挺辛苦的 蔣萬安 好像這輩子都沒有見過蔣經國 好像真的 因為他後來才叫蔣 他後來叫蔣 郭龍斌也說 民進黨絕對會針對蔣萬安勝蔣來攻擊 你自己也會說 但是 台北市民對於市長候選人的要求 性是不太重要的 看看他提出什麼理念 過去民政和地方服務的政績 個人的操守和國際觀 才是被別人檢驗的方面 但是 你是這樣說 他們不是這樣操作 頂你 是吧 到選的時候就不是了 就是了 不要太有志了 其實就是看你能不能夠隔 但我操作台北市長 從這些角度來說 蔣萬安 我覺得他是過了關你覺得 郭龍斌也說 台北市民非常理智 水準非常高 以貴的台灣地區領導人 就是蔣經國 還是 所有歷任領導人當中 最得民心 和大家最認同 還有面懷 蔣萬安 勝蔣 絕對不是負債 關鍵是 未來提出的政見和訴求 是不是可以獲得台北市民的認同 是不是可以說服台北市民 自己是夠格做市長的 其實對於國民黨 推出來的台北市長的候選人 郭龍斌也說 目前看來應該就是蔣萬安 其實你這麼快推他出來 會等於捧殺他 他自己都不願意承認 你們這些人出來說的話 我反而覺得不太好 你這麼早說他出來 民進黨也是設計的 設計的 有些計劃他 郭龍斌也說 蔣萬安的民調數字 和其他候選人有差距 即是說他好 不過這樣 這些數字是否真的這麼準確 蔣萬安現在已經跑基層 這些基層的迴響也不錯 他自己的選區也在不斷經營 對於蔣萬安是否真的會選 郭龍斌就說 蔣萬安看起來也是審慎樂觀的理講 所有民調都領先 但是當時韓國瑜也領先小英很多 我不是很相信這些 這些 你想一下 連 這個柱柱姐 紅瘦柱也領先過小英 你怎知道是否對家的人說他什麼 真的 這個你 你吃了這麼多年規 你還說這些幾個東西 所有民調都領先 但是選舉是動態的 選舉中還是要好好表現 政見和行政能力 要獲得選民支持 認可才行 樂觀也要非常小心 郭龍斌也說 台北市副市長黃珊珊 如果要參選台北市市長 蔣萬安壓力很大 因為黃珊珊 屬於泛藍陣營 黃珊珊屬於藍營 是指台灣那個 是不可否認的事實 台北市選舉基本判 自從2014年之後 已經不是藍大於六 如果可以的話 這個反而我覺得是提議不錯 就是 國民黨和民眾黨談一談 是不是會好些呢 實際上是 郭龍斌也說 要和執政黨抗衡 在野之間是要結盟的 但是撐你 你經常都是很高傲的 國民黨撐你 你是要讓一些給他們才行 我當你台北市讓了出來 民眾黨讓了出來 你其他不讓又不行 在選舉和議題合作 長期是必須的 他也說 政黨選舉合作 對於兩黨都有利 對有參選意獄的人 一定要有適當的安排 不過這樣是很困難的 當然是困難的 有人想選 有人就不肯退 你看香港就知道 你看那些民主派 所謂民主派 現在每年都是 什麼都說得出 鬥動你死我活 你看那個快必 之前他也罵 公民黨罵得很厲害 最重要是選 當然了 蔣萬安也有很多人支持 就像台灣地區 一個知名的時事評論人 趙少康 趙少康也說 如果蔣萬安決定選 台北市長 他就叫戰鬥男 戰鬥男 一定出來全力支持 全力支持他 當然了 現在他目前接受媒體訪問時 蔣萬安是未證實的 我覺得他當然聰明 這麼快說 很危險 趙少康也說 現在的情況來看 雖然蔣萬安聲勢不弱 但是民進黨在台北市 基本盤也有35%至42% 一旦Sagadu 即是三個人一起出來選 國民黨可能剩下40% 因為黃先生也可以獲得18%的票 令民進黨余翁得利 所以希望大家談一談 你要廣伏其他藍營的人士才行 有點懶 要是讓黃先生出來選 首先我覺得讓黃先生出來選 好像比較好 說句老實話 我反而覺得讓他出來選 首先讓蔣萬安保護 因為他始終年輕 讓他再歷練一下 真心地說 蔣萬安當然 有人說他有淺陸選票 都可以獲得 他 因為他雖然是搶事後人 但是他的藍營味道不太強 更加有人批評他 說他是藍皮綠骨 即是他心中都是民進黨的想法 批評他那些是國民黨的比較老一派 你說得對 說他是藍皮綠骨 但是趨勢就是這樣 有時候一個很殘忍的現實是什麼呢? 就是如果你走回老藍營那條路 你是有一些鐵票 但是年輕人中間那些是不理會你的 不理會你的 選舉算不算得到呢? 我覺得是比較難的 現在希望他們會和黃珊珊談一談 否則真心地說 又是攬炒 我覺得只是攬炒 如果不談的話 又是把位置送給陳時中 陳時中來做 不過我覺得最後 我很悲觀 因為國民黨的東西我也很悲觀 總是令人不敢樂觀 因為國民黨也是難聽說 就是爛為乎不上臂 當然你說他們有沒有資源 有 那麼大個黨當然有 籌款能力也很強 當然之後 蔡英文執政過幾年 錄影籌款能力更加強 因為執政黨 只可以這麼說 蔡晚安 人家推他出來 他肯不肯呢? 我覺得最後他也被迫要肯 但是 是不是他出來最好呢? 我就覺得不是 好 今次節目時間到這裡 多謝各位再見 再見